这个男人胡子拉叉,几天都没有换衣服,却温柔擦拭着面前的人偶,还梦想批两出手,而人偶的原型正是他自己的老婆,哪个男人能忍受得了这个?他为何反其道而行之? 其实,这天,东京美大雕刻系毕业的北村,经学长介绍去面试工作,刚到地点,他就被仓库里的场景震惊到了,只见仓库杂乱不堪,所到之处都是人偶,模型师金金热情地给北村介绍各种模型的材料,向他阐述自己要造出完美人偶的梦想。 北村对金金的梦想并不感兴趣,他对制作人偶没有太高的追求,也不想让这间地处偏僻的工厂再现往日的辉煌,但他想想自己的钱袋子,还是答应留下来工作,只要能赚钱就行,工作内容无所谓。 北村的到来让金金和田大婶激动不已,他们团队的平均年龄终于下降了,在金金的指导下,北村很快就掌握了人偶的制作方法, 当他好不容易与团队合作,制作好一个高级人偶时,却被老板以乳房胎假为理由,要求重做。 多年都为和女人有过亲密接触的北村和金金,为如何制作出更加真实的乳房发起了愁,金金灵光一现。 不是有那种一生人造的乳房吗?两人一拍即合,假扮医生,招聘模特,直接用人体倒磨。 模特圆子如约而至,北村和金金也早已穿好白大胯等待,北村把圆子带上楼换衣服后,与金金商量着谁去给圆子送磨土料。 三个回合的菜丁壳大战之后,金金赢得了与圆子独处的机会,但他却临阵脱逃,在圆子换好衣服后紧张地快速逃跑。 北村只能接下重任,他全程礼貌工作,不敢正视圆子,也并没有非分的举动,但这却让金金有些不满意。 没有触摸,怎么能做出完美的乳房呢?金金想感受一下圆子的乳房,却在请求她的时候说出了北村的名字。 北村赶紧上前解释,金金大病出狱,脑子还没恢复好,而圆子看着争执的两个人却大方地答应了金金的请求。 只要自己的胸部能够帮助到别人就可以。 房间里,北村和圆子两人对立而战,局促不安,圆子推举衣物,展露自己。 北村伸出双手,仿佛到了人间天堂。 这一刻,一种特殊的情感在两人心间迅速蔓延开来。 思慕相对,北村赶紧抽出手,走出房间等待圆子换好衣服,与他不舍告别。 突然,北村看到圆子落下的耳环,立马飞奔出门。 表演了一段日剧跑,追上圆子。 这一次,北村没有犹豫,拉住要走的圆子,直接大胆告白。 我喜欢你,对你一见钟情,做我的女朋友吧。 面对突如其来的告白,圆子有点诧异,出乎意料地点了点头,成了北村的女友。 圆子在北村触摸到自己的那一瞬间,也动了心。 她以为自己是中了邪,但有了女友的北村,却开始发愁怎么告诉圆子自己的真实职业。 圆子还以为自己是为失去乳房的人做贡献呢。 津津这次主动担其大任,那就由自己替北村向圆子解释吧。 翻桌上还没等叽叽说话,圆子就先开口问她上次做的模型怎么样。 一开始接到这份工作的时候也是拒绝的,因为地点不是在研究所而是在工厂,她还在担心自己是不是被骗了。 但一想到这位平时给雕塑或绘画做人体模特更有意义,还是选择接下了这份工作。 北村和津津听到圆子的话更加不敢自曝了,只能自谦地说自己的工作也不是多了不起。 对圆子坦白的事只好暂且搁置。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,以圆子乳房取膜做出来的爱情人偶引起了巨大反响,还催生出了一个新的人偶族。 他们将人偶赋予人格进行角色扮演,得到了媒体的极大关注。 这一下,北村更不能向圆子坦白自己的职业了。 就这样,北村隐藏自己的秘密,惶恐不安地向圆子提出了结婚, 以至于在婚礼上紧张地把戒指戴到了自己手上。 婚礼后的两人像所有的新婚夫妇一样,甜甜蜜蜜。 但这种日子并没有持续太多时间,北村就因为工厂的大量订单,不得不总是加班到很晚。 就这一忙就忙碌了四年,可善解人意的圆子从来没有抱怨过,每天都等北村回来一起吃饭。 直到津津的意外去世,北村与另一个新同事两早开始合作,他和圆子的稳定生活也被打破了。 这一天,北村像往常一样来仓库上班,却被老板告知,他辛辛苦苦研究出的软性体数据被两绝盗取, 想先批量制作,在市场上出售。 北村这么多天的努力,全都付出东流。 郁闷的北村下班后,没有像往常一样先回家吃饭,而是来到了酒馆买醉。 最久的北村回到家,没有办法对圆子吐露工作上的烦恼。 看着等自己等到睡着的圆子,心里既烦闷又愧疚,一时没控制好情绪向圆子发了脾气。 等北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,赶紧向圆子道歉,笼统地说是工作上不顺利。 不知不觉,北村好像已经热爱上这份工作,圆子也没有过多追究,咽下了到嘴边的话,独自返回房间睡觉。 而北村看着手机上,圆子说有事告诉他的信息,也没有追问,他依旧沉浸在自己的烦恼里。 第二天下班后,北村照旧没有先回家,而是跑到游戏城抓娃娃。 在这里,北村结识了看起来跟他一样烦恼的宽子。 同病相连的两个人,只是像老友一样,一起去了KTV狂欢了个把小时。 北村发泄完情绪回到家,没有再看到那盏为他亮起的灯光,只是在桌子上找到了圆子留下的纸条。 圆子爸爸身体出了毛病,他回家住几天,没有圆子的北村每天只能以速食度日。 这一天,在家吃饭的北村接到了圆子妈妈的来电,却意外得知,圆子爸爸身体根本没事,而圆子也没有回家。 妈妈很久都没有联系上圆子了,疑惑的北村挂到电话后,赶紧给圆子打电话。 但听到只有请求留言的语音提示,他沉思片刻,又拿起手机拨通了宽子的电话。 两人再次相约游戏城,就在两人抓娃娃时,手指触碰的那一刻,内心的欲望被寂寞点燃。 北村再次上演了日本人的传统异能,与宽子一起走进酒店。 两人都明白,他们不过是彼此消解寂寞的工具,默契地没有谈论感情。 但北村回到家,等来的却是被男人送回来的醉酒圆子。 男人向北村解释说是同学聚会,还诧异北村不知道此事。 北村只好搪塞过去送走男人,让圆子服下醒酒药后,询问了他去了哪里,爸爸身体怎么样? 圆子老实回答,回了老家,爸爸身体比自己想象的好很多。 但北村并不满意这个回答,质问圆子为什么撒谎,把妈妈打来电话的事情告诉了圆子。 圆子却答非所问,自己的手机忘记充电了。 北村不依不饶,继续追问,嗓门不知不觉地大了几倍,圆子冷静让北村小声点。 你回来晚的时候,有事先告诉我一声吗? 我会告诉你实话的,但请等一周吧。 北村看到这样的圆子,刚刚问罪的气势也瞬间弱了下来。 问圆子什么意思?圆子只是说了一句抱歉,自己累了,然后独自返回房间睡觉。 而北村在圆子进入房间后,看见男人邀请圆子再次见面的信息,仍旧没有追问下去。 从这一夜开始,他们跟以前彻底不一样了。 北村没有守住自己,圆子似乎也不想再守着北村。 白天,北村在工厂也无薪工作,气愤地乱摔东西。 一周的时间很快就到了,圆子端来一杯水放到北村面前询问他。 结婚的时候,想要成为怎样的夫妻? 北村有些诧异,再三确定了圆子的问题后,简单地回答道,开朗的,温暖的。 现在要聊这个吗? 圆子没有回答,自呼自地说起了自己的想法。 我想要成为无话不谈的夫妻,但是这很难吧? 有些事情不说出口,也是为了对方好。 北村更加不解,打断圆子,你到底想说什么? 圆子再也不绕弯,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? 北村先是不安,最终还是在圆子的眼神追问下,第一次向圆子吐露了自己的真实工作内容。 圆子没有生气,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瞒着我? 北村吞吞吐吐,自己出轨了。 但就那一次,圆子听到答案后一直重复着,这样啊。 随后猝不及防地向北村道歉,也承认自己出轨的事实,也只有一次。 紧接着,还没等北村反应过来,圆子就向北村提出了离婚,你不想跟出轨的对象在一起吗? 听到这话的北村彻底慌了。 他和宽子只有一次,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和圆子离婚。 圆子只见北村不同意,只是抬起头看着北村。 如同他当初回答北村做他女朋友时一样,坚定地告诉北村自己想一个人过。 听了这话的北村没再说什么,算是默认。 第二天一大早,圆子就把离婚申请书放到了桌子上,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。 北村看到这么着急的圆子,觉得自己应该再争取一下。 两人都没有好好谈谈,他们的婚姻不应该结束得这么匆忙。 在北村的祈求下,圆子说出实情,自己得了胃癌。 第二期,需要切除三分之二的胃。 之前夜不归宿,是去住院做检查。 跟父母说了也是徒增不安,想先一个人应对。 却没想到他们打电话到家里,现在检查结果出来了,得做手术,现在要去住院。 得到这个消息的北村一时不知所措,问圆子为什么不告诉自己。 圆子也只是轻描淡写,我有很多次想说啊,但你不是不在家吗? 而且你也很讨厌我等你回来。 圆子说完就转身离开,留下北村独自在家后悔。 但圆子在办理入院手续时,收拾好悲伤的北村及时赶来,想要尽那份迟到的责任。 在圆子住院的日子里,北村忙着研究人偶新材料,也时常抽空偷偷溜出来看圆子。 到现在,北村才真正注意到,圆子这个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大活人。 他不想离婚,也不想和圆子分开,他现在才感觉到内疚和羞愧。 圆子没有露出高兴的表情,只是苦涩地笑着说,如果你是同情我,不能舍弃生病的妻子于不顾,那就算了。 北村解释,会出于同情而陪在谁身边,我应该没有那么精明。 圆子忍住泪水,你在我身边我会很痛苦,毕竟我已经没有办法生孩子了,所以你还是跟别人生个孩子更好。 北村看着圆子,异常坚定,早知你那么喜欢孩子的话,我应该多了解一下的。 抱歉,圆子笑笑,我不是喜欢孩子,但如果是你的孩子,那就没关系了。 如果不能有孩子,离婚,是我深思熟虑后的结果。 北村摸摸鼻子整理一下思绪,我不是因为想要孩子才跟你结婚的,我想和你在一起,想和你重新来过。 说完这话,北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,自己结婚后都干了些什么? 圆子也一如当初朝北村点点头,捂着嘴哭了起来。 在北村的照顾下,圆子的手术很快结束,顺利出院,而北村也决定放弃柔软的弹性体,仍旧采用硅胶做材料。 这天,在圆子给北村送饭,坐在樱花树下看他吃饭时,遇到了一对幸福的老年夫妻。 老年夫妻快乐地向他们讲述枯萎的樱花树开花的场景。 北村和圆子这对年轻的夫妻也认真地听着。 在他们走后,北村和圆子一起抬头,看向头顶的樱花树,未来的生活会像樱花盛开一般美好吗? 圆子会在经历过这次枯萎后再次开花吗? 樱花树如期盛开,圆子的病情却复发了。 医生告诉北村,圆子患的是尽进性胃癌,发展得比预想要快, 像他这种情况应该先考虑生存质量,现在能做的只有帮他缓解一些疼痛。 清楚自己身体状况的圆子没有过多悲伤,而是请求北村制作自己的人偶,他想再做一次北村的模特。 这一夜,很久都没有温存过的两人像新婚那天一样紧张,再一次获得生命的大和谐。 接下来的日子,两人像所有幸福的夫妻一样,时常坦诚相待。 圆子认真做着北村的模特,而北村也深情体会,触摸圆子每一寸皮肤的感受,把这些情感全都倾注到了自己的爱情人偶上。 随着人偶的逐渐完工,圆子的身体也要支持不住了,销售的连结婚时的戒指都大了两圈。 终于,圆子毫无意外地在北村的怀里死去,不能接受的北村无心生活日渐消沉,甚至想在旋转的洗衣机中结束自己的生命。 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北村想起了圆子的遗愿,他拿出自己为圆子做的话仔细端详,决定继续完成圆子的人偶,那个属于他们的爱情人偶。 北村又开始了废寝望时的工作,在这个爱情人偶上,有北村第一次见圆子时的样子,有北村和圆子结婚时的样子,也有北村记忆里圆子最美的样子。 当为人偶画上纯彩的那一刻,北村心中的完美人偶也完成了,他有真实的触感,有完美的造型,却毫无拼机的身体,甚至其中仿佛藏有灵魂,就像是圆子活过来了一样。 电影《爱情人偶》由彭田游记知道,高桥一生苍景忧主演于2020年上映,改编自彭田游记的同名小说,故事从圆子给北村当人体模特开始。 以北村《完美爱情人偶》制作完成结束,倒进了婚姻生活的心酸,说出了坦诚相待的重要性,别等人快不在了,才想起身边还有个他,否则留给自己的只有无尽的后悔,无限的追忆。 事情 团队 团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